第117章 堪比种子弟子 现场一片寂静 很多人心情复杂 这种结果没想到 但是又是想到的 叶熙文表现出来的强势 简直让他们侧目 曾经莫寒的羌人和 一让他们一度觉得还有希望翻盘 但是被叶熙文生生打回原样 就算以后他会突飞猛进 但是也无法改变这次的结果 这个叫千语阁的新晋弟子组成的势力 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候 起码没有人能在明面上欺负他们了 这是各个势力妥协的结果 千语阁的新生弟子也都纷纷高兴的大喊 简直就是奇迹一般 他们赢了 他们居然赢了 居然真的生生打赢了墨寒 要知道墨寒可是曾经一度上过 种子弟子排行榜的人啊 即便现在没有在种子弟子排行榜了 但是也绝对是准种子弟子级别的人物啊 墨寒进入了羌人合一的境界 居然都被生生打爆了 什么时候新人弟子居然这么强横了 简直堪比种子弟子啊 怎么会有新人这么妖孽 这才多久就能堪比种子弟子 要知道那些种子弟子几乎各个都是妖孽 都是先天小园满境界的高手啊 远处的高台之上 秦穆泽转过身 没有继续看下去 只是淡淡的说道 好吧 这次我看走眼了 只是秦穆泽的脸上却是挂着笑容 叶西文的惊人潜力 他是看到了 刚刚加入总统没多久 就能战败一个先天武重巅峰的高手 将来必定是真到弟子无疑 能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个未来 可能会飞速崛起的高手了结恩怨 绝对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更何况莫函这次意外的 进入了枪人合一的境界 以后好处多得很 到时候又能收获一尊高手 对于帮派的实力也会有极大的帮助 稳赚不赔 叶西文转身下了擂台 顿时就被千语阁的弟子给包围了起来 千语阁的弟子们顿时七嘴八舌的惊叹了起来 叶兄 这次 真是多亏你了 燕赤灵惊喜 交加的说道 没想到最后居然真的能胜 叶西文还没答话 倒是叶如雪有些得意洋洋的说道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的小弟 叶西文有些哭笑不得 也不知道二姐这是夸他呢 还是夸他自己 这些人里 就叶如雪是最不担心的 对叶西文有着超凡的信心 走 我们需要回我们迎来的灵石 这时候千语阁的弟子中有一个弟子喊道 众人这才突然想了起来 他们这次可不仅仅是赢得了尊严和独立 还赢了大把的灵石啊 当时是一石之气 赌气之下 才压到了叶西文的身上 但是这个时候 全部连本带利的赚了回来 叶西文胜的话 就是一赔石啊 十倍的中品灵石 对于这些弟子来说 那不是一笔小财 而是一笔巨款啊 一夜之间报复了 这让这些弟子 一下子都赚发了 投入的越多 赚的当然越多 尤其是叶丰 叶如雪等人 更是全部身家都压上去了 翻了十倍之后 一下子轻松成为了 那门弟子之中 最为富裕的一小撮人了 当然 这些人中 赚的最多的是叶西文 叶西文将剩下的 五千中品灵石 都投进去之后 现在一下子翻了十倍 达到了五万中品灵石 对于许多弟子来说 这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巨大的财富 即便是对于叶西文来说 这笔财富也足够他一路修行到先天无虫以上 而不用担心灵石会不够了 难怪连那些真传弟子都要开赌局敛财 这敛财的速度简直堪称恐怖 叶西文知道 真正赚的盆满钵满 赚翻了的 却不是叶西文 而是这次立下赌局的人 那些亚末寒赢的人 全部都血本无归 虽然要赔赌叶西文等人十倍的灵石 不过和赚到的灵石相比 却是不知一提了 如果是一个核心弟子 这么多灵石足以让他一夜之间富裕程度 冠绝核心弟子 不过这些赌局的背后都是真传弟子 这么多灵石虽然不少 但是也谈不上一夜暴富 诸多新晋弟子都是心情畅快 自从加入了总宗之中之后 再也没有这么畅快的时候了 尤其是那些在分宗的时候 就已经是先天级别的天才弟子 更是如此 虽然他们不是更弱小的外门弟子 但是他们是新晋弟子 总宗之中比他们强横的弟子难以计数 他们根本不算什么 现在终于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 只要叶熙文还在坐镇 谁敢小看他们这一届的新人 现在很多人都在猜测 叶熙文可是有着堪比种子弟子的实力 内门数万弟子中也只出了那么一百位 可想而知这些种子弟子们到底有多强横了 这一百个种子弟子在内门弟子之中呼风唤雨 是真正的强者 有一些最强横的种子弟子 甚至都战败过核心弟子 简直强横的没边了 有这样的强者坐镇 千语阁不说是稳如泰山 但是起码不会有人随意去欺凌 说到底千语阁就算崛起 也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罢了 算不了什么 这种由内门弟子创建的派系 其实也是有许多的 之所以会被诸多派系一起打压 无非就是因为要杀鸡井猴罢了 并非真正已经立意冲突到 非要杀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过现在叶西文的强横 让那些人都认识到 这可不是一只鸡 而是一头狮子 虽然还年幼 但是已经有獠牙 有利爪了 一个不小心就会抓伤自己 叶西文也知道种子弟子的事情 或许他现在确实能跟种子弟子中 末尾的弟子一较高下 不过那些种子弟子中真正的强者 绝对是强横的不像话 有许多都有战胜过核心弟子的记录 是站在所有内门弟子巅峰的角色 叶西文 众人正兴奋之际 身后传来了默寒的声音 现在我虽然败给了你 不过三个月之后的种子弟子争夺赛上 我一定会一雪前吃